姑娘出来再看看呢 那也行 是吧 来我们掌声有请姑娘出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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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王瞳来自吉林长春 然后 我 我今年二十三岁 我大清学院士 牵手就给拿一万 怎么花你看着办 好 好 刚才在那站着的时候 我后面的观众都在分析 拿那什么动了动了 活的 不像是活的 出了一看确实是活的 哎呀挺乖呀 她特别乖 我就是到哪都领着她 到哪都领着 对 所以相亲也来领着 对 因为我觉得她在家里挺孤单的 你跟她说了吗 今天来干啥来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哈哈 说她也听不懂啊 说她也听不懂啊 对啊 很明显王瞳啊 是不是她也没对象呢 对 她那个 还是 还是个小姑娘呢 也单身 对 啊 差不多了 那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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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 二宝 二宝 啊 好啊 我这因为这二宝出场 我们都忽略了那奖金一万块钱的事了 我想问问这个是真的吗 真的呀 真的呀 妈妈真现场给啊 对啊 妈妈来第二现场了吗 来了 看看第二现场啊 太好了啊 啊 来来来我们连线一下第二现场看看 你好你好 燕子姐你好 啊你好 那个 听说 那个 今天还 牵手成功了 现场有奖励啊 对啊 我今天是那个 带现金来的啊 好 一万块钱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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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样的大姐 好 快过年了 赶快领家一个新银去 哈哈 哈哈 姑娘你是最棒的加油啊 找一个你喜欢的啊 找个爸妈都满意的啊 姑娘加油 好 哈哈 好好好 好好好 上场把一号红酒哥的灯灭了是吧 嗯 红酒哥 本来我还想跟你牵手啊 还得要那一毛钱呢 这上去巴就给灭了 啥意思呢 好 主要是我觉得你太浮夸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嫌得我浮夸呢 你看看你那个手 哈哈 喝红酒 你不觉得你很浮夸吗 拿红酒呗 多精致 我不太懂你的精致 不好意思 那些话我得干了 我们不一样 好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 她那是真红酒吗 葡萄酒 是葡萄酒是红酒 真红 那你行啊 因为 因为 就不了解杨斌的人 可能就是觉得啊 还是挺浮夸 但是她很陶醉于她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 对 沉醉于就是 我过我的 你不用不懂我 那是你的事 啊啊啊啊 那你能懂吗 那你比较不错 你能懂吗 我 懂不了 喝红酒没有条件还喝不起 好 来看一下场上16个小伙子 十五号 各位帅咋的了 那个燕姐一直没往我这边看 我刚才说实话 我想跟我未来的老丈母娘 唠两只磕 再一个就是 这个 这美女 你咋就看上一眼就看上是 你未来老丈母娘了呢 其实我认为啊 就不管男嘉宾跟女嘉宾也好 上一集我就说了 我说 其实拿钱砸的事是一种侮辱 但是我愿意接受这种侮辱 也是挺硬 你就这么奔钱使劲 你不觉得你有点太现实吗 我 我不是使劲 就是 就是眼光感觉 光年了脸皮也健厚你 表妹咋着皮健厚 脸皮 不是 就是人家能给你钱 说明人瞧得起你 你不瞧你 对对对 为什么你钱得起多少张 让你给你剩过几点 主要是给我的 主要给你 我要给你牵手 当时不能借点利 能帮忙我是吗 对 你要好好地认清 擦亮眼睛 认清一下关帅他喜欢你 或者说对你表示好感的这个里面 对 意义有没有那么纯粹 对 对 好来看一下16个小伙子对谁感觉最好 选一中人 好 来看一下姑娘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叫王头 我来自长春市朝阳区永村镇长岭村三社 这是我们家超市 看了能有二十多年了 我妈说只要我牵手成功 就给我一万块钱 就充着一个一万块钱 我也得试试这样 我是一个网络主播 每天晚上直播 直播的内容也就是脱口秀 有的时候会唱两首小歌 我认为我自己是灵魂唱将 但别人认为我是死亡歌姬 我有个外号叫嘴嘴 就是因为我的嘴比较毒 花钱呢几乎都是大手大脚的 不会想着去攒钱 如果你有能力你去攒 反正我攒不了 我从来不去规划我的生活 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 好 来看一下场上 9号 燕超 我想跟官帅说一招 人家声明了 是给人家姑娘一万块钱 所以说别奔钱是 我没奔钱 我没奔钱 15号官帅 为啥使劲呢 我不也是使劲 我听他短片里边说 他比较愿意唱歌 我也愿意唱歌 我想跟他唱首歌 好 你会唱什么歌 好 你会唱什么歌 你唱啥歌 我接啥歌就完了 那你来吧 哎呦厉害呀 王瞳你被称为什么 灵魂歌手 灵魂歌手 我认为我自己是个灵魂歌手 别人认为你是 对 先唱完再说 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好 好来掌声有请官帅有请 全红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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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也论 就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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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哪是跟我合唱这是谁烈架要出来唱歌这都敢挑了人来啊你说他也没想我举起ulum他就唱完了还叫我举起麦克风我觉得你找不着调我觉得你找不着歌词所以说我带着你但是你应该跟我一起唱啊对呀你是应该 观念你往哪带呀 你往哪带我呀 你厉害你带我呀 我也没说我厉害 我就想下来陪你唱首歌 先整齐呢 你你再试试 就没有 音乐音乐停止 让他轻唱带 对观摄必须得轻唱 你带他 你就会你带他 来 来两句 来 我还跟点 对别跟点 我一路看过 千山和万 千山和万水 我的脚踏变 天南河地北 日晒或是风吹 我都无所谓 你你 唱歌 你那点不能切呢 不能切呢 就是啥歌 我都能 都这样 个性的 你换个歌 你换个歌我听听 别的歌 三十八度六 抱着全绿洲 拥抱着片绿洲 那热烈的温柔 我放弃整个森林 留下坚言和哀愁 想出见你眼眸 时间停止倒流 我燃烧的一种外毒像 三十八度六 唱得挺好 挺好是吧 我现在终于知道 因为那短片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那个手机上 他唱歌的时候 下面有网友留言 唱得比以前好多的 然后我刚才 他这么主动 说他出来唱啊 我就在怀疑 我就在想 我说这姑娘到底唱啥样 哎呀 咱们合作愉不愉快 挺愉快 是我 有关于你 接下来 儿子